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凌部已与成娘子定亲 勉强算得上喜事 这汝阳王如何也大喜了 什么叫勉强算得上喜事 袁山剑 会说话吗你 你每次定亲都能招惹祸事 还觉得自己很喜庆吗 我且问你 可曾后悔当初招惹林不宜了 不后悔 还你屁事 不识好歹 终究你我师徒一场 我心生关切有错吗 你次次定婚 次次惹是非 可见所挑郎序一个训比一个 袁山剑 你说话这么一扬怪气 莫非是 对我心生嫉妒 当真可笑 你全身上下 有何是值得我袁山剑嫉妒 自是因为我运气变好了 虽说钱庄轻视未尘 但立刻又能再定亲 你不测识 不测识善间公子你 随于子生差不多年岁 但迟迟寻不到心腹 今日我定亲宴 来了许多世家贵女 不如我想法子 给你撮合撮合 一人成亲了 便恨不能 撮合全天下人都成亲 真俗不可耐 老旧毛病 臣万松柏参见陛下 王爱卿 快快请席入座 谢陛下 没想到啊 孟爱卿如此迅速地开悬 朕 甚是欣慰 陛下 那群萧小匪类不知一提 臣便是只用一只小指 就可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将小骄军王龙救回 他现在就在臣军中 王龙说 他之所以擅离职守 是因为接到其父王淳的军令 陛下 王淳父子罔顾军令 理应严惩 父皇 此事蹊跷 还需再查清楚 陛下 可交由我们廷尉府来查办 老臣虽年事已高 但心得意才俊 善见 来 见过陛下 廷尉府侍郎元慎 叩见陛下 朕记得你 皇府大儒的闭门弟子 他致事时 还曾向朕 举荐过你呢 夸你呀 是当事的奇才 臣愧不敢当 善见不才 无功无德 愿为陛下孝全吗 好 那王龙之案 就 陛下 自王龙出事后 臣便开始调查王家父子 昨夜万将军凯旋 臣连夜排查了王龙的来往信件 现已查清 这军令乃王淳之期文修军 仿造王淳所写 映章也惜仿造 这一切 皆因文修军急需钱财 添补给远在寿春的小钱安王 才令王龙铤而走险 此乃证物 还请陛下检阅 呲 岁有此理 这个文修军 竟然怂恿小钱安王驻臂 这哪 是念积老 combien王的功绩 才只是罚他 靖族而已 他可倒好 弄出这么多的是非出来 好啊 既然他求得一死 朕便成全他 陈丽 从戒日起 收押温修军 隔去他的封号 赐白灵 陛下 温修军毕竟身躯内战 不懂军情厉害 待王淳 放任欺而糊涂行事 此番作为 不当在剧场上 电视频 电视频 平时 起床 也不断 推渐 电视频 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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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当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明明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 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 你也诚 安慕 我听说外祖父还在时 小舅父根本就没有把你看在眼里 平日里对你有多有侵漫 你何必为了他自毁前程呢 这不仅仅是为了你小舅父 你这是为了我们秦安王府的生命 踏实 你也可以用秦安王府来做靠山 什么靠山不靠山的 别说是小舅父了 便是外祖父还在时 你都没有沾上过秦安王府的光 何况我跟外孙女 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阿姆 阿姆 这个没有兴趣的女种 果然 是你春彩扶起的种 那我再问阿摩 一旦释放 阿富和阿兄都要守到牵连 你丝毫不顾心 我的这些孩儿 为了我们强王总的大义 我 也顾不了这么多人 阿姨 阿姨 你可知 舅父修书圣上 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你头上 他说既不知道住病一事 也从未有过调动军队之军 只是因为封地平静 他才央告阿摩索要一些财博 只是想让他的机械儿女过得宽裕些 一切都是你自作主张 你可知 圣上本是要取你性命 最后是看在了皇后的面子上 才将你改为幽静 你日日愿毒诅咒之人 最终救了你 你拼却性命想保护的人 却恨不得你现在就去死 小舅父 他说得对 留在秦山才 不怕没产生 他是为了顾全大爷 为了顾全大爷 到了寿春以后 我会日日拜求上苍 保佑圣上和皇后 万寿无疆 安康无忧 至于你 便守着你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 在这屋里过一辈子吧 母后 你身子终于好些了 父皇说 待你寿丹之日 要好生操办 令你高兴呢 我这刚缓过来几日 心中尚不畅快 不想作手了 去办寿业又不许母后操劳 只要将寿丹采买的伙计 交与儿臣 儿臣允不了 来替母后分忧如何 你父皇之前说过了 将操办寿宴之事 交由绍商打理 那程绍商才进宫几日啊 他连你过去寿宴都没参加过 哪该知道如何操办 母后 你去求求父皇 儿臣绝对比那程绍商能干 你是要替我分忧吗 分明是惹我心烦 你就要与小月后之子成婚了 哪有嫁出去的公主 掌管后宫事务的道理 再说 如今你父皇查得紧了 你再想从后宫用毒中 捞些好处 可休要做梦了 母后话可真难听 我有偌大公主府要养 怎能不想先门路 母后收言将至 父皇定会好生操办 我替母后分忧 手头又能宽裕些 有何不可啊 你是要养公主府 还是要养你那些幕僚 你嫁人在即 我劝你 还是尽早遣散那些幕僚 免得令月事难堪 他们若觉得难堪 就不要娶我呀 我又不喜欢嫁过去 再说了 儿臣府上那些幕僚 可都是正经儿了 从不于儿臣洗脑的 什么味儿 又在给紫盛准备吃的呢 近些日子 你命人送石河去紫盛车上 许多大臣都瞧见了 如今啊 宫里宫外 都在传你贤惠的名声呢 等着 都在说我贤惠 对郎旭是贤惠了 可孝明还不贤 皇后还说我们 对你没有相信 这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熬制糖浆 不都是为了你吗 宫中的疑糖珍贵 我就想出此法子 才能多做一些糖 这样皇后 每日能吃些甜食 心情也能变得一月许多 来 来 如何 真是甜 看来这长秋宫啊 朕以后啊 不用日日来了 倒是有人 比朕更会哄皇后啊 陛下 朕在殿内找你不在 原来啊 你和这小女娘在此啊 有 这就是在鼓动什么呢 陛下 这赤豆根 配上我新熬制的糖浆 可真是太好吃了 陛下尝尝 这个天位 和宫中的膳方做的 很是不一般 是啊 陛下可知为何不一样 因为这甘蔗 是陈女专门命人去买的 榨汁之后熬煮了好久 才熬出来这样的糖汁 还有这榨汁的木器 和熬煮的陶冠 这些都是陈女专门盯着匠人 一点一点做出来的 不错啊 这可惜啊 这痴疼之法 不可举国效仿 眉微之物 人人都喜欢 但是天下的人力无力啊 就这么些 倘若这甜食 广受豪族追捕 那家家户户 都去种甘蔗而不种粮食了 那就成问题喽 可不是吗 母后一直主张节俭 偏有人想着法子的铺张 陛下 臣女明白的 国力就像宿敏这般大 当然又用到该用到的地方 那你可知晓 什么是该用之初啊 粮食 铁器 马匹 可以啊 陛下 这些并非臣教她的 这是皇后教我的 皇后还教我读了《严铁论》 还有贾怡大夫 的 什么 那个点击 嗯 反正是真真切切 全部都读过了 只是没记住吧 看来看 不过陛下 你大可放心 这购置甘蔗的钱 是陈女自套腰包 不曾花到宫中的开销 为了和我们皇后开心 陈女这腰包里的钱 都快花光了呀 哦 好啦 知你有这份孝心啊 陈胜 你这个心腹很不错呀 正上三斤 二二百护十一 谢陛下恩典 绍商办事却甚是放心 陛下不知 宫中那些最精于数算的女娘 算账啊 都没有绍商快 洛娘子 不日就要远嫁西北了 却想让绍商打理后宫十一 母后 少商敏捷笑愚 应接得体啊 的确是 担得了此人 皇后的寿宴 是你打理成交宫以来 第一要事啊 不可耽慢啊 是 母公主 洛娘子 你本是我少年时的伴读 自小在长丘宫中服侍母后 宫中杂事协助翟儿打理 可如今母后将事物交给程少商 她不过入宫才几个月 就跃到你头上去了 你可真的甘心 母公主言重了 我即将嫁去西北 于程娘子而言 宫廷就是她半个婆嫁 如今 不过提前孝敬宫礼救孤 她与我终究是不同的 我又何不甘心 可惜啊 我原本以为母后 会将你许配给十一老 没想到 会被别人劫足先登 阿子明明受冤后才出嫁 皇后却现在就让我们所有事物 军听她的 我瞧就是她会溜血拍马 令皇后昏了头 阿子宽后不与她计较就罢了 为何还要我来忍 皇后主意 岂容旁人智慧 你也少说两句 你我命过 怪不得旁人 皇后 双双有一事不明白 双双想要夸我便就夸我 为何要赏赐子上 还要把我强留在宫中 她的不就是你的 难道也要计较 说不定这两百户 是圣上给你熬堂的花费呢 我不是计较这两百户 只是如今我将事情做好了 却是子圣的光彩 那你可知 当初圣上下始嘉奖于你 是子圣亲自求来的 是她亲求来的 那时她正要出征 并没有为自己求半分恩典 她担忧你在楼家受人白眼 特求圣上下始嘉奖于你 那时候她就对你用情置身了 我竟没想到她为我做了这么多事 我只是觉得 如今大家看到的我 都只是子圣的心腹 可我自己呢 陈绍商又在喝醋 那照你说来 圣上麾下的将士谋臣 就都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 若是谋划好了打了圣仗 那是为圣上开疆拓土 其他的皆与他们不相干 若谋错兵败 那便是圣上的不是了 可自古以来 在这满天星空下 那些纵横百合天下的名将谋士 他们的姓名一样在佼佼银河中 熠熠生辉啊 真的吗 成婚之后就是如此 她的意是我的 我的意是她的 两人字就是一体 你以前呀 是毒贯了 总想着自容自辱 自生自灭 成婚以后 可不能这样啊 要学着转环 学着此山不开 就开他山 你与子圣成婚 虽不能随楼公子 远走山河 可难道在这座落河上城 你就不能做自己了吗 好 皇后说得对 若郎君是娇阳 光照万里 那我们女娘 亦可是繁星 灿烂星河 为了 四月星河 无所谓高低 等缺一不可 唯有并存 才成就此方天定 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口味什么时候变了 这么不甜的甜饵留给谁吃啊 定是留给七七吃的 姓万的 竟妄想让我乖孙入坠 这亲事免谈 这甜饵她闺女别想吃了 阿松 给大母吃了 大母最喜欢吃甜物了 这说起来还是和原来在村里一样 一家人围着一个案子上抢菜时才觉得香 每回进宫我一元一分餐而食 我都觉得食不下宴 也不知鸟鸟在宫中是否过得习惯 这都几日了还未贵 想必她是贪恋皇宫的生活 不愿回家 照此下去 她的深沉 您我也不用替她仇备 一并在宫里过了吧 才不是 但是 我叫鸟鸟的性行 我知晓 定是被那零不一给绊住了 子盛 鸟鸟呢 为何不一起贵家 鸟鸟被圣上留在宫中了 今日 圣上命鸟鸟筹备皇后的寿宴 想来得有好一段日子 无法归家了 好一段日子 要多久啊 待到皇后寿宴结束之后吧 子盛今日前来 还有另一件要事相求 但说无妨 谁要我做些什么 我怕少商在宫中住得不习惯 所以前来 取一些少商就能灌的小物件进宫 这还不简单 林芳 裴林将军到鸟鸟屋子去挑选 是 如此 子盛就不客气了 啊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妈呀 这哪是拿点小木槿啊 这分明是吵架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